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绪传出密诏 要他们设法相救 情急之下 谭思彤拜访了袁世凯 要他起兵拯救变法 袁世凯答应 等谭思彤一走 他就飞奔到紫禁城 将此事告诉了慈禧太后 接着 历史上著名的戊戌政变就开始了 光绪被软禁 慈禧听证 当清军准备抓捕违信派人的时候 谭思彤拒绝出逃 要取义成人 终于 谭思彤等六君子被慈禧逮捕 将于不久后在赛事场行刑 行刑当天 谭思彤等人被押去刑场 街上挤满了为他们送行的人 谭思彤妻子托人抬了一口棺材去往刑场 他也与之同行 到了刑场 妻子与谭思彤也成交会 谭思彤低下了头 有愧了他 妻子跪在地上 用牙齿咬破了手指 在棺材上写了一个人字 写完便拥了过去 谭思彤健壮却无可奈何 大声喊道 有心狭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接着 勇敢地把自己的头放在了木桩上 一刀结束了他的生命 谭思彤一声就如他自己所说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欢迎大家关注我 这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